自己是五百年歷史的重市場 現在有電風創新團隊 在市場裡面辦電欄 剛才要讓人了解 傳統市場的過去 也願望大家可以關心 傳統市場的未來 這個連續都是 地方創新教育團隊 半年來試驗跟調查的成果 他們除了希望傳統市場 讓大家有新的感覺 也希望年輕朋友 願意你來了解菜市場 我們市場有一陣子蠻沒諾的 然後很多年輕人不願接手 所以有一些 一些攤位就已經變身瘦掉了 那我們政府的法規面 我們就來看看 怎麼樣可以來跟上 或怎麼樣可以有機會 可以讓東市場變得更好 這次的電欄當中 包括歷史結束跟問題的內容 教育團隊說 透過年輕人跟市場當地交流 希望可以團情當市場百年進行 也讓傳統的市場空間 可以有新的修容 記者 林慧霆 加基報道